三个中产档 今天我们谈谈一些比较历史性的投资 泰券通常我们都谈谈一些很长线的投资 但你没有想过长线成这样的 最近特朗普或美国政府 开始提出了其中一样向中国开火的弹药 就是声称有些清朝的铁路债券 希望中国政府要上华 他们说如果用债券计的息率 到现在由六百万英镑到今时今日 就已经去到一兆美金 赔完中国政府就刚刚可以破到产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看到很多香港的港奸学奸 很支持这件事 这一堆债券 湖港铁路债券是在清朝的时候发行的 那时发行的时候都是很恶名超章的 因为大家其实收了那些路 本来那些路是私人兴建的 他就跟外国政府勾结 然后朱雪茸收回后想自己搞 后来大家会听过保禄运动 直接到处清朝灭亡 当然借了这些钱 没有还到 刚才你说跟外国勾结 有没有美国份 因为外国 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美国份 是五国财团 但是这五国是没有美国的 那时美国不是很活动地参加在这种状况 后来你问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中了这件事的关键 首先他应该是这个 他帮他搞的 是一个叫做 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 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 那个负责人 其实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 就是夹定的 其实美国所有的债券 在中美建交的时候 中英建交的时候 大家已经签了文件 阿爷是赔了四千几万英镑给英国 结束所有东西 所以英国没法结束 又赔了八千几万美金 去到1980年 赔了八千几万美金给美国 就是Nixon那个年代建交 后来Nixon的时候没有建交 去到八零年代港交开放 那时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吗 美国给了十分一外汇 去结束所有东西 但是就没有结束 那时最主要是继续韩战的 战争损失 不是 继续了主要是 因为他没收了美国所有在中国的财产 美国没收了中国那些 但问题是中国很少财产在美国 大家没收了互相 但是没有继续了债券 虽然债券就不停去谈它 那时候已经谈了 那时候已经谈了 为什么谈不到那些债券呢 初初赢了就在阿拉巴马去告他 就是美国赢了的那些人 那当然其实只是一部分债券 因为其实只是拿一个人出来谈 然后只要你做成先例就在谈 那就是因为中国缺席认算 主权国家不受这些影响 不让你告 那时候就 打输了官司 拒绝认讯 那些缺席认讯 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输了 那接着中国上诉就去了 就说我主权国家 那大家就再打了官司 究竟主权国家应不应该 被控诉呢 因为美国后来立了一条法 是说主权国家如果牵涉商业 抖分都可以告他的 然后他们又不停去搞一些法例 但是这个是1967年立的法 怎么可以追回就是追索权 那后来美国又说是追索权 那时候搞了很久 其实在几年前 2005年和2009年都有一宗 到最后得到最高法语的判决 就是说 第一 这些东西就是教授你说的 美国没有份包销的 跟美国没有interest的 而且那些人 那个人提供不了 发票 那就是假设你在艺术品市场 你其实你都是想偷鸡 买了你那个一个收藏品 买回来的 是很便宜买回来的 你不是苦主 所以就判了那个人 其实在几年前十年前 现在登回旧案 已经是输了 但是问题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就是假如 因为中国应该都 有了几十个 发出几十个债券 那当然美国财团有份包销 而且那个苦主 真的是美国人 持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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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街上买回来的 那就是理论上 是可以再告 而且应该会入货币 她在街上当作艺术品买 如果艺术品炒得好贵的话 是比它原本的价格弄 它是说我们美国 这案子就不应该美国法庭告 你要在美国法庭告 其实欠了债券不还 应该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如果中国真的追債 不过要找回所有债券 如果還了所有債券,就算是 possible,賣私筆都不太行 但問題是,就算是,你都未必能集齊 但其實發行債券,舊的債券不還這些東西,是很普遍的 本來我就覺得自己很厲害,但剛才我們開會 之前開會,Henry說了一大堆給我聽,他教了很多東西 再等Henry說一下 我再問一個問題,先讓Henry說 是否剛才那個,我想問剛才那個藝術品的問題 其實是否藝術品變成二手市場,所以可能有一個正確 是不需要的,但其實是否claim兩次呢? 因為他已經和其他原本的包書都結束了 不是,他已經結束了,其他俄羅斯、日本都沒有資格 其他包書,俄羅斯幾十年前,帝俄時代,日本已經打書仗 那些是沒有資格跟你claim的,是沒有資格 我只不過是另一個角度,就好像 你要先明白幾件事,首先你剛才說得比較複雜 我們要講一個基本概念,第一,就是債券 其實有兩種,有國營的債券,有私營的債券 國營的債券,你是不是可以這麼長? 我整個百年都可以嗎?我告訴你,是的 有很多的國家,他們還債以百年計算 譬如我們以前聽過很出名的英國南海公司事件 其實英國的南海債券,或者一次世界的 我們說英國發行的國債,是要還錢給那些債券 南海債券好像還了百多年 另外就是德國,他向戰爭賠款,都是還超過一百年 如果是國家欠人錢,無論是債券有賠款也好 你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就是透過國際條約 譬如我們說軍票,為何到現在都還有這麼大的爭議 因為在舊金山條約裏面,他只是決定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二次世界大戰賠款 但是沒有決定軍票,所以軍票才會繼續成為一個潛妖的法律問題 我們說回剛才,英國一直都還錢給一百年前的債券 甚至乎早年,因為兩法寬鬆的息很低 他們甚至提出一些新的債券,用低息去蓋回他們一百年前的比較高息的債券 所以一直都有的,所以不要常都以為一百年前的債券都要還 全世界的債券只要是仍然生效的,你都一定要還 但他轉了樁和不同呢? 你這樣說,我講一件事,中國雖然口硬 但如果他覺得沒問題,他給英國那四千多萬磅,就不會加上這個條款 他當然會覺得有問題,才跟英國說完會設定圖 但剛才你講的例子,英國好德國好,德國不敢 如果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穩定的,就容易安拿回上手 但如果譬如中國,清朝變成了民國 因為有個問題,很多時候這些國家在他們轉了新的政府 他都為了爭取新的政府,會承認一些之前的事情 當然有些會陸續撇除,例如我們講的所謂不平等條約 就是陸續撇除,但債券就不是 他以前在承認這些債券時,現在中國或某些民族主義者 就說這些債券是不平等條約,但不是不平等條約 人家是跟以前的債券條例去買,而不是逼你簽的 是你們上一代政府主動發行的 而你是承認,在新政府成立的時候 你是承認這些東西,這是國際慣例來的 其實承認或不承認,雖然是國際慣例 其實都是說有沒有力量 中國有沒有採過法國,他都不會跟你講這個問題 但這件事當然是政治事件 我都說了美國債券持有一樣基金,本身是一個政客 本身就是一個,根本就是什麼 因為中國出了很多債券,但絕大部分都是中華民國的 那爺爺當然是賴,當然是台灣省 但現在這個,所以大家都說你又承認台灣 但現在這個就是跟清朝的說 那就是說你是不是承認清朝的 那這個就是全部一樣,就是你台灣和香港的主權 都是在清朝的承認,不是在中華民國的 所以他就是拿這兩個東西來玩 雖然已經是,理論上就是鐵釘板板了 因為已經是美國最高聯邦法院去搞,去結束了 但問題就是其實仍然應該真的有美國的人是持有 你不知道有多少 或者他可能還會有別的方法 因為你知道美國好一點,這件事 你想想,他的這件事可以搞到你說 本來你一些國際化 是阿啤,禁止了的是你商業犯狂分 是不可以承認主權國家的 他立了國內法,就這樣 然後就說這件事,本來沒有追溯權的 本來沒有追溯力的 然後他打了一宗法,打了一宗公司後 有案例就有追溯力了 無論如何都是不停的搞你的 我再簡單說一說,比較容易清晰一點的概念 這個當然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你不需要說到國際這麼簡單 如果在街邊有一個無賴,說你欠他錢 那你當然不理他,因為他就是無賴 但如果那個是你老闆,他說你欠他錢 你如果不還錢,就要解僱你 那你可能就會有其他擾淚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權力對等的情況 有一個黑社會走被人打你一身 然後說你欠他錢,你都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說希臘也是這樣 現在他雖然不是賠款 希臘現在叫德國,要賠回猶太人 我們說是屠殺希臘人的賠款 德國會不會是希臘,當然不會是你 其實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但重點不是,從來不是究竟這些事情是否符合法律 當然當中有很多法律的過程 現在重點就是,特朗普說,現在你們欠我錢 那你怎樣解釋? 你說我這些清朝的東西我不成立 那你會說清朝的東西不成立 那如果你們清朝覺得不成立 那你找一個成立的人 那如果台灣政府說成立的話 那台灣就繼承了清朝的道統 那他就是正統,你不是正統 你會看到他現在拿這些東西出來 剛才周軒大師說,2004年搞過 2009年搞過 搞來根本就不是為了要拿回你的錢 他搞來,搞來就要令你尷尬 原來你是欠人錢沒有還 那還多少? 一兆美金,一兆美金即是不用說了 我說你無賴不理 那你不理 那我就周圍跟別人說 現在中國政府就是有些債券不還 那為什麼要還呢? 我就拿回法律條文來講 其實為什麼我要吹 然後去到最後就 有些人是無賴的 清朝的東西,為什麼我們還呢? 那你如果不根據清朝的慣例 的舊債去還 我們找一個願意還的人 那願意還的人就繼承了清朝的道通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明白了 我還有一件事 除了清朝之後 中國說你這個惡債,惡債不用還 但其實發明惡債不用還 這個原因就是當年美國退西班牙 就是英國政府 他們都是發明了這件事的 但是當然人家發明了這件事 現在人家說幾十年前就不容易 你就不去扶,所以到最後都是誰比較惡 我明白為什麼老周會選擇這個題目 他真的是建制派 他真的是建制派 沒有什麼人香港會這麼清楚一段歷史拿出來 然後其實是幫... 我沒有幫... 我真的很明顯 我真的告訴你 到了最後都是拳頭的惡債 你玩跳來吹什麼 然後你再看 欠什麼人錢都很重要 為什麼人家經常說這宗新聞 以前追過很多次 在這件事你拉著特朗普下水 你說特朗普可能是針對貿易戰 整件事不就不同了 意思就是這樣 好 今天就位到這裡